馬祖慈悲 大家好 很高興進入我們馬祖網路大學堂 有位童修在網路上來問 他說他有個習慣 在廟裡面靜靜的練經 他在正殿的旁邊默默的念經 他常常在念經就怕會吵到別人 他都會在一個偏僻的地方 或在旁邊不要去打搶到別人 可是他自己在那邊念經 就聽到很多人常常在那邊抽菸聊天 甚至有一次遇到一些人 一群人在那邊掀滑 他實在忍不住 就停止了練經 過去跟他們講 不要在正殿裡面嬉笑聊天 阻止他們 他回來一想 回到家裡自己想一想 好像自己不對了 而且是馬祖在考驗他 在念經能不能定心 他自己心沒有辦法定下來 然後去責怪別人在旁邊繞他 所以他覺得自己修得不好 要來問顧問 那遇到有人不禮貌 在馬祖的店裡面 做一些不禮貌的行為 不適宜的行為 那我們馬祖信徒應該怎麼辦 我也常常會遇到 菸的建議是這樣子 個人因果個人擔 個人因果個人擔 個人的因果自己要去打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擔別人因果 所以我還是繼續默默的拜 默默的念我的經 默默的跟馬祖溝通 我說不理會他們 因為馬祖呢 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樣 因為祂是通賢聖禮 祂被尊稱為通賢聖禮 那是有神通的 所以我們到馬祖廟 拜拜禮拜馬祖禮活 拔杯手槍 都在跟祂靈通 馬祖在跟我們靈通 在感應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信徒一定要 心不亂外離向 在旁邊吵吵鬧鬧鬧的 我們都沒有聽到 因為我們心阻止了 定盡安利得 那才跟你馬祖相通 才有一個神通 才有一個靈通 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的好偉人師出來阻止祂 我們不可好偉人師來阻止祂 因為祂沒有犯法 對不對 也不是盛行犯 如果是我們馬上要阻止祂 那不是 那就是要考驗我們自己 我們能不能心不亂 內不亂 然後呢 外離向 來跟馬祖靈通 這是我們的修行 那祂在那邊先華 自然無形的將軍 有形的胡仁連 祂自然會阻止祂 所以我們信徒一定要知道 來拜馬祖 馬祖是通顯聖禮 要能靈通 我們的心 內 一定心不亂 外 一定要離向 不要去聽那些先華的聲音 不要看這些臉的舉動 我們專制 一心念火 念馬祖的聖號 來跟馬祖祷祷告 跟馬祖親起莫向 無感而不通 我們要離向了 那當然廟方的服務人員 管理人員 應該要注意 很多人在那邊默默的拜的時候 友人不禮貌 在那邊大小聲 那廟方的工作人員 那些聲的 火法聲的這個聲 因為你的主物 在這個店裡面服務 就有這個義務 維護這個店的專員 靈慶 因為靈慶慶慶 才能通神 才能靈通 所以 廟裡面的服務人員 要適當的 維持這個注意 讓大家 讓大家 默默的 靜靜的 跟馬祖人相同 跟神明相同 那各個角色都要扮演好 那我們是信徒 同修是信徒 在那邊念經 你就是心要定 外離向內不亂 把經念完 才有那個效果 那不要耗毀人師 人家沒有犯法 不是現行法 人家有自己去打 我們不需要去好毀人師 馬祖 就希望我們心定 他也許在考驗我們 那廟裡面的智慶 自然有服務人員 自然有無形的將軍 會去維繫的 你要相信神明 相信馬祖 相信這些工作童年 會維護一個清淨的環境 莊嚴隆重的環境 讓你以三相同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各位